宜兰县政府致力推广 静后宜兰静好生活品牌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热爱把玩石头的彭志明 特别以宜兰最大的地标 龟山岛融入在石雕的创作 赋予平凡无奇的石头 一个全新的石龟生命 同一镜头一起来看 彭志明的富贵人生 经过仔细挑选后 依照石头的质地外形 彭志明运用巧思构图 让普通石头 琢磨刻画成宜兰人最熟悉的意象 也慢慢开始彭志明专注在石龟的创作上 从这个石头我们把它改变一下 雕刻一下 换个形式来玩 可能觉得这样也不错 但是后来就是 因为我家可以看到 这个客厅看下去就是龟山岛 因为我们宜兰人 真的宜兰最大的地标 就是龟山岛 这是我们宜兰很重要的地标 也可以说是受到这种龟山岛 这种启发 一种启发 就想说 把石头我来磕一只乌龟看看 然后后来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以前就是第一只磕的 就是这种乌龟 它造型是比较简单 因为这种东西你不可能说 一下子就把它做得很好 但是就是慢慢的 无视自动的彭志明 技术与创意进阶后 寻求更多石材 诞生更多石龟 尤其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 外观表情栩栩如生 进而创立宜兰无归品牌 这个叫铁钉石 这个也是我们宜兰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很少 这都是很早期所收藏的 然后有这种像这种的话 红色这种 这种叫铁丸石 这种都是非常适合雕刻的石种 然后这种的像这种 介绍一下 这种叫黑桿石 这个也是非常适合雕刻的 然后例如说 还有比较特别的啦 产量非常稀少 像这种你看 它会闪闪发亮 这个叫金砂石 这个也是我们宜兰所出产的 但这种东西量非常少啦 就是说 其实像这种金砂 台湾全省都有 只是说它的产量是多 或者是少 那这几种的石种 就是我们宜兰线的代表石种 你让它变成一个很不同的造型 就是说你不要死板板 它就是一只乌龟站在那边 你可以看 它可以低头 然后你看像这种石头 它可以磕一只神兽 像中国的神兽 你看还有这种 它还可以磕成像这个 一只恐龙暴龙 非常好看的 很精致的 整精致的恐龙 然后你看 乌龟也不一定要站 就是四只脚站着 它也可以站起来 这就是一种创意 你看这一只乌龟 它是两只脚站起来 抬头 然后甚至你看像这一种 这是整颗石头磕的 就是一个人会石头把它磕成两只龟 它就是一个造型 现阶段彭老师将中国福寿 犀牛与乌龟相结合 不但创作技法更精进 更有着平安与吉祥的意义 你像有些人 他们叫金钱龟 但为什么金钱龟 就是你钱会回来 东西会回来 我们叫它福龟 就是说幸福会跟着我们回来 所以说乌龟 为什么我会注重来磕乌龟 乌龟有它的含义 那你像后来 后来我又把它加一个新的言细 就是犀牛的头 犀牛从古至今 也是一种吉祥的东西 这种都可以 史籍资料都可以查得到 而且乌龟 我跟讲乌龟 一般放在家中 它有正宅招财用 乌龟有它的含义 不是随便放 因为这种是吉祥物 因为代表平安幸福 正宅与长寿 所以难怪宜然福龟 时常吸引许多民众的喜爱与收藏 宜然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